这是我见过最夸张的女人 没有战斗天赋却拥有极高的魔力 暗影让她大量注入魔力攻击就行了 于是在暗影的剑意下 她对着敌人就是一阵乱砍 这样砍还会看起来特别牛逼 夜晚 四月商会遭到大商会联盟的夜席 伽玛却主动申请出战 阿尔法本想假装没听见 但是看到自信满满的伽玛 只好安排其他部下同行 而三位入侵者的目标就是伽玛 说曹操曹操道 就在一瞬间其他两人就被分开 对方自称是组织四叶 最强的男人一叶 他没有感受到其他人的气息 认为伽玛不过是在虚张声势 一叶闪现来到伽玛身后想将人打晕 伽玛不满 这种时候应该先从正面对决 然后再顺势过招才对 随后他手持史莱姆剑对一叶展开突刺 一叶看出他的战斗除了快以外 就只是个一无四处的门外汉 不过伽玛却看出他的剑术流派 既然知道流派 那就更容易应对了 及时看穿一叶的动作 攻击方式依旧跟门外汉没啥两样 一叶掏出暗器再次敲向伽玛的头 怎料伽玛的头跟石头一样硬 被打中的伽玛认可了一叶的实力 那么接下来他也将认真对战 一股过量的魔力爆发开来 配上他嘴里不断传出吆喝声 直接让一叶整无语了 这奇葩的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是多亏暗影的教诲 由于他身上蕴含极高的魔力 那么就诸如大量魔力进行攻击 为了增加气势还要不断喊出羞羞的声音 这时伽玛一个不慎半倒在地 他佩服一叶身为大剑豪的睿智 假装逃跑却利用地形设下陷阱 一叶见状也不想跟他纠缠下去 正想撤离时却发现其他两人早就被抓起来了 伽玛认同一叶 是将剑术修炼到极致的高手 恐怕是世上屈之可数的达人 不过他已经看穿了男人的全部实力 从现在开始他会全力以赴打倒对方 此刻一夜只想离开这里 伴随着爆炸声男人总算下线领合范 伽玛自称 这是他的奥义奋不顾身大车轮 事后四月商会爆炸的消息登上报纸 同时也传到月丹及大商会这边 看来四月组织也不过是一群盗贼 要是能派出迪亚布罗斯的人手就好了 但教团在之前的学院战斗中损耗严重 现在教团人手短缺 也正好是他展现实力的机会 大商会联盟不过是他的一部棋子 只要撑到计划完成 他就能获得任何人都无法夺走的力量 与此同时 席德正陪着亚雷克西亚陪练 他能感受公主的剑技有了很大的不同 急速的成长 无非是心境有什么变化 自从罗斯走后 失去国王的奥里亚那王博变得很糟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事情发生 为此他需要更多的力量 不想再当个局外人 当有了目标后 时间就飞逝得很快 他倒是挺羡慕 习德每天悠哉的样子 说完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离去了 殊不知习德忙着化身为特务的中二戏码 他等待已久的假钞终于完成了 傍晚他再次与学女会面 暗影看着眼前两张四真四假的纸钞 一看就知道哪边的纸质粗糙 墨水渗出的程度 以及字体歪斜都不一样 没想到 学女硬制的竟然比真的还真 暗影只好继续装逼 除了他应该没有人能看出来了 学女打算立即开始流通 一旦流通量增加 必定会有人开始追查 到时候就拜托暗影负责解决那些人 唯独月丹 学女希望能留给自己 因为月丹把她的一切夺走了 这次换作她对月丹进行复仇 没过多久七颖们也发现了 敌对的大商会混进了假钞 然而民众和大商会联盟都还没发现 还打算继续增加纸钞的发行量 阿尔法清楚 要是市民得知有假钞就不好了 如果纸钞的价值受到怀疑 他们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阿尔法惊觉莫非这就是大商会的目的 为的就是故意造成信用崩塌 想让两个商会同归于尽 现在最优先的任务是追查假钞来源 他想不通如果不是大商会 那究竟是谁 又有什么目的 很快大商会也发现了假钞的存在 月丹眼盲就算了 连会长都分不出来哪边是假的 当前大商会纸钞的流通量 早已超过整个商会的总资产了 而它的价值 仅是靠着民众的信赖所维持的 一旦人们知道有假钞的存在 即便钱包里的钱是真的 也会开始怀疑会不会只是一张纸片而已 最终社会在猜疑的气氛中让信用崩塌 月丹本想利用这招引发信用危机 让两个大商会一起破产 这都是教团计划的一部分 本该等到他们回收 隐藏在大商会的教团资产后 如果眼睁睁看着假币继续流通下去的话 教团将会损失大量的资产 傍晚 暗影庭园的人找到了运送假钞的列车 队长提醒罗斯不准擅自行动 三人潜入列车 却发现一个乘客都没有 但是连护卫都没看到 十分奇怪 罗斯发现一状想要出烟提醒 下一秒其他两人被丝线缠住 无法动弹 暗影化身列车长想要查看他们的车票 664号试图抵抗 怎料史莱姆刀刃直接断掉 罗斯拉近距离 想消除暗影的射程优势 只可惜他的实力还不够以身犯险 很快罗斯也被丝线缠住身体 他早就算到暗影庭园会先注意到 不过还为时尚早 随后三人被他轰出车厢 罗斯想要继续追击 队长及时阻止了他的行为 现在追上去也不能改变什么 毋庸置疑 约翰史密斯是个强大的敌人 罗斯不甘心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的弱小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中二的男主 暗影化身为背叛组织的特工约翰史密斯 阿尔法怎么也没想到 幕后黑手竟是自己最信任的暗影大人 此时阿尔法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留下了难过的眼泪 随后被暗影无情地扔下列车 殊不知一切都是为了拯救组织的中二戏码 早在之前罗斯所属的小队 在任务中遇到约翰史密斯 然而三人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罗斯认为男人拥有与七颖匹迪的实力 这也引起阿尔法的注意 决定派出七颖的戴尔塔去处理这个男人 来到晚上 暗影人在运输假钞的列车上 手上拿着自己写的小本本 就在这时 戴尔塔从一旁的雪地冲向列车 只见暗影利用丝线轻松挡下 他操控丝线使戴尔塔无法靠近 这时戴尔塔一声大吼 将整个车厢给破坏 并借此跑到上空进行攻击 暗影见状使用丝线 连同列车残骸 将戴尔塔一同捆绑在一块 就在暗影要发表装逼言论时 戴尔塔闻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发现这人竟是自己最爱的暗影大人 他没想到暗影就是约翰史密斯 戴尔塔决定回去向阿尔法禀告时 却被暗影给叫住了 因为他现在正在执行秘密任务 绝不能被阿尔法发现 为了不让戴尔塔回去打小报告 暗影决定给他指派新任务 那就是去狩猎七黑之塔的暴君 任务结束后就会给他一个奖励 闻言的戴尔塔兴奋地跑走了 到了隔天 戴尔塔消失的消息 很快传回暗影庭园 他们在现场发现了对方的尾眸 阿尔法见状非常惊讶 以戴尔塔的个性不可能会放弃任务 推测他已经在战斗中身亡了 阿尔法感到无比痛心 当前贾超在市面流通的数量越来越多 约尔史密斯试图让他们产生信用危机 然后再将一切全部夺走 现在最优先的是把这个男人给铲除 目前的状况由贝塔向暗影禀报 戴尔塔在追踪约翰史密斯的任务中 失去了音讯 大家都觉得戴尔塔已经遭遇不测 没想到贝塔以为暗影在安慰自己 此时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 贝塔注意到暗影手上的笔记本 按照组织规定精力都要立马处理掉 或者是转为暗号 暗影却开始装逼 如果贝塔能够解读本子上的汉子 就告诉他什么意思 到了晚上 暗影仍然在保护贾超的列车之中 就在即将抵达大商会的盘查点时 暗影站在车头上以防敌人入侵 怎料阿尔法竟出现在前方 一个闪现来到了暗影的上空 随后直接一刀砍了过去 然而暗影早在四周布满了钢丝 所以没有受到攻击 两人开始在列车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暗影却表示自己早已放弃了这个名字 现在的他是约翰史密斯 阿尔法搞不懂怎么回事 询问戴尔塔去哪里了 炼具下的暗影眼神飘逸 告诉他戴尔塔只是去了遥远的地方 闻言的阿尔法接近崩溃 他根本听不懂暗影在说什么 庞大的魔力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就算自己不如暗影一样强大 但即使如此 他还是想要支持暗影 一切都是为了曾经拯救他的恩人 暗影只是冷静地告诉他 等一切结束后就会知道了 阿尔法已经无法理解暗影的话 为了挣脱暗影的死线 瞬间从身上爆发出强大的魔力 随后来到暗影的上空 一剑狠狠地劈向暗影 阿尔法想向暗影证明 自己是有能力可以支持他的 就在这时 暗影用手抓住了迎来的剑 认出对方使用的招式是物化 可以使人在天上飞 但是这招的缺点是在攻击的时候 必须变成实体才行 是个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的招式 事后暗影来到雪女这边 如今大部分的假币已经兑换完 大商会的金库差不多也干枯了 接着只要在市民面前将真钞换成金币 就能成功引起大家的恐慌 到时候市民就会涌入银行换钱 最终大商会就会因资金不足而破产 余波也会影响到四月商会 到时国家将会陷入混乱 他们再趁机抹掉证据消失即可 此时雪女讲起儿时的事情 弱小的狐族为了生存 与拥有力量的狼族结尾同盟 拥有三维血脉的雪女 与狼族族长的儿子月丹 定下了跨越两族的婚约 本该是幸福的日子 有天却发生了大不足间的冲突 他们的村子不幸被卷入其中 弱小不足的智慧和力量 根本经不起摧残 月丹认为 如果能获得教团的力量 那他们至少能够挺过这场战乱 然而雪女的母亲 却拒绝了她的提议 于是她亲手解决了雪女的母亲 得知的雪女愤怒地朝她挥拳 见到对方拒绝自己 月丹愤怒地一刀挥向她 被夺走一切的雪女 成为了战场上的娼姐 在寻求力量以及财富的道路上 登上了无法都市的顶峰 她的目的就是要找月丹报仇 接下来剧情将会如何发展 关注我掌握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